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价井投资》 大门十五今天车辆回荡了三四点 怎样只有1100多亿 没有爆量失控 多方式 多方的一个盘是 逢低来承接 一档赚完再换一档 因为肋骨会轮动轮涨 所以这个盘面的一个架构 很健康 你看看今天 这档股票叫做亚德克 最高379 我这一天再跟同样阐述一下 它会过前波高378 今天有没有过 今天来到379 那过高唯一的缺点是 量也没有出来 量价不对称 所以今天的亚德克当然是站在卖方 股票的操作 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 什么是低档买高档出 我会一档一档的做给你看 工具机的亚德克 9月10号 买了340的 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 我不仅买340隔天11号 续墙盛盛追击 350以下再加码 当时价格在38.5 所以350一定加码得到 连续两天的一个买进加码动作 你所看到的是量的 374 礼拜四回档 连假之前 好多人很担心这个盘会走空 但你所看到的一个台股有走空吗 有走空吗 放完中秋节之后的行情 跟大部分的想法 不一样吗 你是觉得中秋节之后要变盘要往下 所以很多人是在中秋节之前 把股票卖光光 搞不好去做个空单的避险 但是你所看到是指数往上推高 对 所以亚德克今天一样在壮新高 所以上礼拜四的亚德克 我说你跟我买在340 加买在350的 成本够低不用在意 我还没有出场 所以礼拜一 亚德又回档 我说继续抗涨 他会过前波高点378 没有错吧 所以到昨天 亚德克我还没有卖 因为还没有过378 昨天最高是375.5 那今天亚德克 有没有过378 最高379 过了 可惜了一点 量的没有跟上 量价不对称 所以今天亚德克我370卖 从340到370的 买个时仗30万落袋 1234567 7个交易率而已 怎么决定一档股票的一个赚赔 你所看到的是 第一档买 今天创新高卖 我常常跟同朋友提醒一个重点 我喜欢在一档股票走高的过程当中 告诉我卖 建老师不是单兵作战 全体会员什么时候卖 最好卖 当股票往上走高 市场上盲目在追价 我会丢出筹码 对 过前高之后有卖压了嘛 真的过前高啦 有卖压 那就370赶快卖啦 19本股价371嘛 你去对是对价 今天370一定卖得掉 从340到370的 一张 是不是30块钱 这样一买一卖啊 30块落袋 有没有卖对看收盘 365 所以早盘这个位置卖是对的 是OK的 这就是我今天一个动作 其实我在前几天 也在提醒同朋友 雅德克创高之后 你就不要追了 我也常提醒你 其实我随时会拔挡雅德克啊 我是希望你看我的节目啦 不要去追高我的股票 这个重点我也讲了恩变了 我希望你真的要听进去 你可以印证先好 是一个操盘的过程 什么是一档赚在换一档 多多行情类股轮涨 低进高出嘛 高出完之后资金再转进低档 即将发动的个股啊 我就这样在操盘的啊 所以这个行情没有太大问题 问题的一个重心 在于你会不会选择强势基础股 接下来换什么股票涨啊 卖掉雅德克资金 换买哪一档啊 这都是很多面向的考量啊 决定你财务的一个增减啊 所以 现在老师是会带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 不是只会买啊 一套资金怎么运用 三档股票啊 我一定会出掉 就是才会进行的啊 难道是每天给你两三档 一个礼拜十几档啊 礼拜怎么照顾 所以整个雅德克的一个架构 今天创高三百七卖 收盘三六五啊 你看看这档迅德 8月22号卖债六十八块半 二十六%落贷 两个前波高 两个圈圈叫套牢的卖压 所以我选择站在卖房 讲得很清楚 对吧 画给你看啊 佛红高 把它挡 把它挡完之后还没有马上下来 隔天还有高一点 下来之后再往上冲高 这边就要七十一块钱 最高还有来到七十一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 看我节目有去买迅德的 你不可能买的比我低啊 但你一定买的比我高嘛 那来到七十一 你如果再不卖就掉下来了 就掉下来了 所以做股票要一定蓝图规划 你才知道什么位置要卖嘛 否则每次股票走高 你都不懂得退场 没有退场机制对你的操作 是一个高风险啊 既然本来做得窄窄 做得稳稳 碳要做 结果你都不懂得买 它就掉下来了 昨天掉到56.3了 我说什么家会可以接会 我早上不是这样跟你说吗 卖到相对的高点 跌掉一个相对低档 可不可以接会 昨天稍微提示一下 今天迅德马上大涨了快9% 讲不讲 所以关键性的时刻 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 需要清好是来帮你提点的 你怎么拿去啊 你这时候要在等什么 还要等印证吗 你印证太多党了吧 从大盘出这个位置 叫做10180嘛 第一次超额利润买点 打下来这200点 杀下来嘛 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 长A长A 跌下来是什么 给你上次的机会 所以会很困难吗 会很困难吗 有没有像在玩电动玩具 叮咚叮咚叮咚 话很简单 但实际上的一个操作 你看得很清楚吗 一档中人再换一档 对阿迅的高点有卖下来 你的资金就很好运用了 比如说礼拜一的细创也是一样 是不是在创新高那一天 一七八卖 从这个位置开始买进了细创 任何一笔单你有跟上的龙炭级 因为我是礼拜细创来到波段新高 一七八卖 除非你是礼拜一创新高你去追 这样我又没办法 是不是 所以之前的动作 结合礼拜一的卖点落幕落袋 很精彩 对 蹭拉高 找盘我就看到有卖押了 卖押 那拉高 盘中有拉高就卖了 可以卖到一七八 对 十一点四三分发的讯息 发完讯息之后 有没有拉到平板之上 没有错吧 一七八 一八九 跟这一下 一七九 很好卖 收盘剩一七四点五 所以礼拜这个卖点卖得真不错 礼拜二有更高位置一八一 或许你心中在暗制窃息 建老师卖错了 建老师不怕你们去印证 也不怕你们去比较 卖错我不会觉得可耻 至少细创我是落袋的 建老师把会人的持股 怎么带进怎么带出的 公租在你面前让你去检视 其他分析是做得到吗 其他分析是你所看到的 应该是电章是他帮拼 买点敢跟你讲吗 讲了万一掉下去呢 卖点敢跟你讲吗 阿卫卖了之后涨上去呢 是不是这样 很多人在解盘的过程 所看到的是虚荒一糟 很多人都花大饼 卖山卖水 卖荒兰 整岁都全破 很厉害嘛 每天都有大涨的股票 每天都有涨顶板的股票 每天的股票都不一样 结果 每天都全金条 你买三个不拨掉 没有一支股票是你有对到的 是不是这么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 秦老师这个节目的一个精华主軸 价值能投资 这个股票 只要它的未来基本面是成长的 值得投资的 我会带会买 我也会带会买 对时对价这个称号 非让得虚名 所以呢 你买 细算我就卖在178 你买有更高 那是你可以再度卖出的机会 因为我选的股票基本面很强 我卖掉之后不见得马上会跌下来 但该赚利润我赚到就好了 该赚的利润 我帮会创造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礼拜二的细创 如果一拜你也不卖 昨天礼拜三的细创打到167 有没有差10块钱 有没有差10块钱 今天细创小板坛 可以接吗 可以出手吗 讯号一旦看到 价格是这个买卖 绝对会干净利落的 大胆出手 而不是犹豫不决 我给会员的口讯里面 有基本面的分析 也有技术面的分析 价位很明确 绝对不是模拟两可 假如这档股票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再买 假如这档股票出现怎么样的状况再卖 这样你没办法跟随 如果我给你的讯息 是模拟两可的 是摇摆的 那你就晕船了 你怎么能知道什么价位可以买 什么价位可以出 所以股票的一个操作 重视的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你刚才所看到的细创 完整流程 OK吧 你刚才所看到的讯德 完整流程 OK吧 你刚才所看到的雅德克 完整的操作流程 OK吧 买点 有没有修出来 卖点 有没有修出来 这清朗老师的节目精华所在 市场上 要成为赢家 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清朗老师的一个对时对价 跟其他分析师 有没有不一样 你跟了分析师 他敢这样做吗 他敢把你 发给你的抗讯秀出来吗 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 敢吗 还是每天都告诉你 这个盘反正就看涨 这个盘会过12682 这个盘还有一千年可以涨 华大饼的分析师 只是为了吸引你的目光 勾起你的贪婪之心 来参加他的会员 现在是秉持了 这个专业的操盘节奏 告诉你这档股票怎么买 怎么卖 完整的利润呈现在你面前 带进带出的完整操作过程 给会你的绩效 就是你所看到的 你懂吗 所以有卖出股票 当然可以买件新的标的 细创 我礼拜卖掉 那礼拜买什么 资金要买哪一档 买这一档新5G的高频天线 五天转折向上买点浮现 刚好礼拜一的细创 把档资金买这一档 新5G的概念股票 新5G的概念 来自于他的传输速度 比4G快好几倍 但是因为颇长频率关系 他要很多的基地台 需求量大概是4G的5倍以上 这是我保守估计 我的研究报告显示出来 其实不止5倍 但是正好是 说话不如要碰风 而且要符合主管机关的规定 所以我只告诉你 相关的新5G概念股票 我的口袋名单 大概有十几档 这十几档当然不可能同时买 因为每一档各股的量价充满形态 浮现的买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口袋名单 一旦可以买的 我就带会很低个时间的上车 礼拜二的这档股票 高频天线的 新5G嘛 传输速度要快嘛 需不需要高频率的天线 需要吧 礼拜二买 礼拜三昨天回档 平盘以下再买 昨天跌的时候 我告诉你可以进场再度的成绩 这一档股票红的 昨天买跌今天收红 咱们你有对到买买在平盘以下的 其实昨天尾盘就稍微拉高了 今天收红 大盘今天回档嘛 强势机油股 今天股价表现非常的强势 这是你要选择的标的嘛 有题材 有未来前瞻星的新5G 概念股票 你记得要一档一档的跟上来 有任何问题需要请好是帮忙的 可以上我的LINEA族群留言 用你的手机输入小小鼠 STOCK178 好不好 小小鼠STOCK178 或者是用你的手机 直接扫描这张字卡的QR Code 或者扫描右下角 这个QR Code直接扫 你就可以直接加入 请好是LINEA族群的行列 有问题直接上LINEA留言 由清老师亲自回答 先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证费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正能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感谢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感谢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车怎么开的 你怎么看呢 啊 啊 一方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提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拨话语等就对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亚德克今天逢高 卖在370 10张30万落袋 那亚德克卖出的资金买哪一档 买这一档立基 八月元收经历度新高 立基经历度的业绩表现相当的不错 这张股票之前有操作过 对 八月元收是不是经历度新高 一字头 两字头 往上定高的格局 那股价我认为它 这边有整理过一段时间 那整理过一段时间之后 今天形态突破 所以今天可以进场 好不好 所以今天一个早盘 9点19分 亚德克卖 然后经过20分钟 9点39分 立基 基本面的分析 技术形态突破 价位154以下就可以买 所以你看到我的讯息内容 很清楚 有基本面 有技术面 有价位 154以下买得到吗 经过4分钟 股价还在153.5 你去对时对价 154一定买得到 这今天一个动作 卖掉一档 资金转进另外一档 买完之后盘中拉高 大涨快9% 最高160.5 收盘155 这是我今天的动作 所以资金该怎么运用 如果你经常三毛布 对吧 你的资金 不晓得怎么配置的 交给七五老师 三个股票告诉你 你要三百万这支 做一百万嘛 不用太过于扩张自己的档数 你没办法照顾那么多档嘛 你收益 你为什么会那么多档 旧的不去怎么进心的 旧的不会卖怎么进心的 赚钱不会停利 赔钱不会停损 到头来就是一场空嘛 满篮子的股票 人家所谓的依然值的股票嘛 你不要坐去 财务只会离你越来越远 如何集中化 把你资金重要在一档个股 最佳的一个买点 或是退场最好的一个卖点 需要专业 好不好 需要专业 这档生技股的事情 以藏来信号安安德 这一款安安德的一个信号 一剂要价将近五万块钱的台湾 贵不贵 太贵了没办法 一账挨中之王 五年的存活率不到5% 所以为什么那么贵 那么贵 你问公司的业绩 盈利好不好 欧美亚洲都在上市 台湾也已经上市了 健保还有给付 所以这算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得证 不然这个药价 打一针要五万块钱台币 一般家庭不贵 所以健保给付 该给付的就应该给付 全民 大家一起来负担 辅助落小的一个弱势族群 那是一个政策的必要所在 那这档事情 之前已经告诉过你 这叫落底的买点 还记得吧 这档股票 我等了它好久 两三年之后 才看到一个最好的买点 两三年之前 我在操盘事情 股价 200 是不是 现在回到 这么便宜的位置 这次的一个事情 最低是利用1.9 对吧 落底买点 上去二几% 七五先卖 打下来70.5结尾 开始横向整理 我说你要赚 这一档 个股你要有耐心 因为它不是每天大涨 每天涨不停 但是如果有破断机会 那就是逢回站在买方 所以整个志勤 昨天跌的那些棒 没去 没去 是因为你看到短线 如果你看到长线 它会大涨 昨天的跌要不要买 今天志勤 不是红了吗 大门跌34点 志勤 涨9毛钱 79.2 对吧 昨天那些棒 7 8.3 所以 价钱投资概念股票 你放心 这些个股都是 清老师精挑细选的 我看了很多研究产业的报告 知道它未来有成长性的 我才会决定 它的买点跟卖点 带给会员 所以 这一档加金 新五级的概念股票 当时8月21号 形态突破当然可以买 买来之后有没有亮灯 新天亮 亮灯完之后 我说还有高点 8月30号把档 把档完之后 9月17号 这礼拜二 回档七天只接回 高点卖 这边接回 对不对 建老师也不会告诉你说 我卖这一天 那一天很多人看到 家经有好消息 去追到这高点 有没有 还记得吗 这一根高点 很多人跳下去 我有胡乱去追高吗 我是抬低档的模式 高档卖低档接 礼拜二一个加金 10.12分 我一档七天只接 在50以下就买进买回应 然后我把3605的红次 在24.6附近卖出 资金就转买加金 所以礼拜二 转换持股 我说过 我一定会出掉旧了 才会进新的 不也应该很清楚 所以整个操作 就是在关键性的时刻 礼拜二17号 把这一档红次卖掉 然后买哪一档 买加金 加金买完之后 是不是上去 连续三天往上垫高 那卖掉的红次 今天就黑街棒打下来了 有没有换队 会员帮健老师做见证 所以礼拜的加金 买在49.85 买完之后收50.2 今天加金继续往上走高 另外这一档叫做 加金的母公司叫汉雷 一样 1234567 回档七天只跌 当然可以买 买几万钱 买在29.4 9.36分 你继续对时对价 当时在29.35 保证一定成交 买完之后 涨 今天那个汉雷涨得快5% 有没有往上垫高 这个位置是不是关键型的买点 礼拜二 就买在位置 我也不会跟你催修 我买礼拜一 没有就是没有 就好像是一个操盘风格 你也很清楚 对 如何代金代出的 如何将年资金 滑回到极大化的效果 什么是一档 做完再换一档 你刚才已经看到加金了 汉雷 不是汉雷 红字转家金嘛 那细创呢 礼拜卖掉的细创呢 买哪一档 买这一档 一样是新5G的概领股票 高频天线 5G的需求 不管是基地台 还是相关领主线 至少是四G的五倍以上 礼拜二浮现买点进涨 五天转折向上 昨天没有涨 建老师告诉会员 平白一下再买 再买啊 那今天这档股票呢 大门跌三几点嘛 他收红啊 你昨天跟我买跌的 今天收红让你赚钱 这就是我一个操盘动作 如果接下来 你要有任何的问题 需要金老师帮你解决的 你可以直接上我的LINEA留言 输入小小鼠 Stock178 或是直接扫描 这张字卡的QR Code 或是扫描手机右下角的 这个QR Code 你马上可以成为 金老师LINEA族群的成员 有任何问题你自己留言的 由金老师本人亲自打我给你 任何的问题 如果还需要帮忙的 也可以利用广告中的金融专线 跟我们现场助理 好好做联系跟洽谈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贫乎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请Youtube印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系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谈试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双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